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古董行里对鬼市有句话 叫做照合不照人 天黑一台买卖 天亮就消失 说的就是鬼市 这里边有步伐有一些 珍品啊 宝贝啊 都在其中 那么这就是传说中的瞎拨啊 我经常讲瞎拨 很多人都不知道瞎拨为何我 这就是烧着瓷器的瞎拨啊 瓷器在里面 你看正好哎 一个罗一个起密封作用 到时候开窑的时候把它把它取出来 但其实那时候烧着的成品率是很低的 大家发现了吗 百里南城七二都烧坏了 所以我们的瓷器是来之不易的 非常珍贵的 这就是瞎拨 你看这寓意有多好 高官后路 啊 后边有个路吧 万寿无疆 一路连科 没有一个啊 不好的寓意的 中国的东西就是吧 有功必有益 有益必就小 不跟我们 学 所认知的什么世界其他的艺术 有些都让人看不懂 中国的东西都是挺好的防征区 收获满满的 碰见了一个老哥子 一枪给打了 特别灵魅 特别适合 有时候逛鬼事儿 可能是有时候逛 真的 而且啊 那个哥们儿还是我的一个粉丝 然后全给我放了 等会儿讲给大家看 别看大青岛啊 心上全都是头了 走吧 我已经泡不及待的给大家分享了啊 大家看到底是什么啊 见证奇迹的时刻 小哥鬼事儿上逃了 简直就是说 就跟白简一样嘛 哇 出来了 然后 特别脏 因为是这种事情啊 那时候的 铺屯 大家看漂亮吧 太脏了 我稍微拿水一刷啊 那么现在啊 我就把它清洗出来了啊 你看这个发色这个银润啊 这就是啊 解放初期的那种建国瓷 非常非常的漂亮 这是青花留白工艺啊 现在上面是一青花 然后啊 在留白 画出梅画来 都是小的那种展示品和茶叶画啊 其实这个史创于康熙啊 那么一直流行于啊 到解放初期一直都有啊 它也代表了文人的那种傲骨 傲骨冰梅嘛 带一个梅啊 又代表长寿啊 青花分水都特别好 哎 又小巧又漂亮啊 剪了一堆小楼吧 也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工艺特征啊 你看这蓝色 这个银润 就是漂亮啊 青花之美就在这里 我们收藏小哥 喜欢收藏 喜欢收藏 背后的故事 请关注我啊 给我点赞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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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